人们常常因为害怕未知而感到恐惧 这种恐惧源自于我们从小 就被教育要活在安全中 而所谓的安全是指我们知道以及习惯的事物 当身边出现无法控制的未知事物时 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惧 然而逃避这些未知事物 不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式 相反的我们应该学会去面对了解它们 我曾经也是一个活在舒适圈当中的人 我很少冒险尝试新事物因为我害怕失败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让我感到沉闷 我开始渴望寻找一些刺激的事物 当我决定尝试新事物时 我开始经历到了一些未知的恐惧 我害怕自己会失败 害怕面对困难和不确定性 但是当我开始了解这些未知事物时 我发现自己开始克服恐惧 变得更加勇敢和自信 这个过程花费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当我学到的一件事 就是对未知事物的了解越多 我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恐惧 当我了解更多关于一件事的信息时 我就能够更好地预测和处理 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 减少我对未知的恐惧 同时我也开始学会看待事物的不同面向 发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一开始所想象的那样糟糕 无论你害怕的事物是什么面对它是最好的方法 通过了解和学习 你可以掌握更多的信息 减少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你也可以开始学会看待事情的不同面向 并从中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收获 逃避只会让你失去机会 而面对和克服恐惧则可以帮助你成长和发展 因此如果你感到害怕 不要逃避学会去了解和面对它 这是克服恐惧的最佳方式 当你开始学习克服恐惧时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你需要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不安情绪 并开始探索其根源 你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 例如 我害怕什么 这种害怕是因为我不了解事物还 是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不好的经验 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恐惧 并寻找克服它的方法 其次你需要学会接受不确定性和不完美 当你面对未知的事物时 你可能无法预测或控制结果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安 但这也是学习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同时你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没有人是完美的 每个人都会犯错 甚至是在一些看似简单的事情上 当你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和犯错时 你就能够更轻松地面对恐惧和挑战 最后你需要学会从失败中学习和成长 失败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而不是失败的结束 当你遭遇挫折和失败时 你需要停下来反思 找出原因和学习经验教训 这样做可以帮助你在下一次 面对挑战时更好地准备自己 减少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总之 克服恐惧需要时间和努力 但它是学习成长和发展的关键 当你学会面对未知 并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时 你就可以开始掌握更多的信息 减少对未知事物的恐惧 同时你也需要学会 接受不确定性和不完美 以及从失败中学习和成长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克服恐惧 走向更勇敢 更自信的人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